西方国家 西方国家都不喜欢中国了 中国媒体里面说什么都他们不信 所以这个我觉得不太对 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多 还是不想了解 他们对西方国家 包括日本也是 对中国的了解真的很少 但我觉得这个现象不对 所以我想拍就是真实的中国了 不管好不好就是真实的中国 现在进行两三四个新的片子 进行拍摄或者进行策划 一个是大梁山遗祖的纪录片 就像脱贫的一个主题吧 因为疫情的时候 大家都关注大城市北京的疫情 香港的疫情 武汉的疫情 没有人关注这个 农村偏僻的地方是怎样 所以我蛮有好奇 到底疫情的时候 他们怎么过例子 或者大家都说脱贫脱贫脱贫 那真的是脱贫吗 我不知道 因为我十年前去过大梁山 真的很久 所以我只有十年 怎么能够做到脱贫 我个人来讲特别感兴趣 然后第二个是 后疫情时代的纪录片 因为中国是已经把这个 新冠病毒控制好了 我想把这些 控制好的一个经验 经历还有技术吧 就是分享给国外 很简单坚持吧 你自己真的想 真的喜欢拍片子的话 就坚持 纪录片呢 纪录片本身很小众的 全世界的纪录片导演 都是很穷的 所以如果真的想拍 自己想拍的东西的话 坚持